比斯省府宣布 將會招聘及增加省內護士人手 及設立最低醫護比例標準 容易提升留院患者的護理質素 唐永喬的報導 比斯省長雲大維表示 為了解決省內醫護人手短缺的情況 及比患者獲得更好的護理 省府與比斯護士公會 達成醫護與留院患者的比例協議 例如鴨神醫護鑑或醫生醫護撮 有一多份患者 新護士與患者比例 dist scary 在醫院不同部門 包括新生嬰兒心事治療部 術後呼復病房 產科病房 手術室和護理區等 將於今年秋拐開始實施 而急症室護士將以相關比例 來確定每個值班時段所需的護士人數 而對於疫情後不斷有護士離職 以及蘇利紀念醫院醫生近日向非修衛生局反映 急症室人手短缺情況惡化等問題 被施省縱運動或則致出 省庫症積極招聘更多醫護人員 新時代電視唐遠橋報道